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下一个Discrete的Distribution 叫做Hyper Geometric Distribution 中文一定要翻的话呢,那就刚刚的是二项分布 这里这个得来是超级合分布吧 听起来很酷,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的事情其实跟二项分布是很像的 只是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sampling without replacement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抽后不放回 抽后放回与否 事实上是会有一些影响 抽后如果不放回 那当你的n大于0.05n 也就是说呢,你抽的量超过你母体的5%以上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你每一次抽之间是独立的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binomial distribution 它就会失准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另一种 叫做Hyper Geometric Distribution 这个拼错了,大家自己知道就好啦 好,这东西呢,它现在需要三个参数了 我们原本只需要小N跟P,对吧 小N抽几个,然后P呢,是这个每一次抽 抽到这个成功的几率 那现在呢,我们要描述的再更精确一点 我们首先有一个大N 大N是你的population size 那接着呢,是你有一个大A 大A是在这个size里面 标示为1的数量 好,就是假设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最后是小N 小N就是我们从中抽几个 这样子 所以呢,你就想像你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装着N个球 其中有A一个是白的 现在我随机抽小N个球 请问我抽中X个白球的几率是多少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就描述这件事情 好,那么呢 它这个的PMF啊 基本上就是一堆combination 好,那我们来试着阅读一下 今天一个random variableX 它如果是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它现在需要三个参数 它现在需要N 它现在需要小N 然后小N这个量很明显的 应该是落在1跟N-1之间 如果是0,就没抽 如果是大N,就全抽 那没意义嘛 然后最后呢,是A A这个东西是标示为1的个数 那就是0到N啊 那么呢,今天我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 大N大A小N 决定了的话,PMF就可以决定 given大N大A小N 我要抽中X个十元 X个白球的几率是多少呢 首先,你知道 全部的组合数是大N 大N取小N,对吧 大N取小N 表示你大N个球 你任取小N个球 你有这么多种取球的方法 其中呢,有一些情况是 你A一个球 A一个白球之中 你抽中X个 与此同时 N-A一个球之中 N-A一个不是白的球之中 你又抽中N-X个 好,那这些事情 如果同时都发生的话 那你就知道 哦,我们的确就是抽小N个球 恰好抽中了X个白球呢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每一个抽样 欸不是,每一个这个C级取级 你都知道 它有那个根据阶层的公式码 把它带进去 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PMF啦 好,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找它的 Expectation跟Variance 它倒是有很有趣的性质 首先,Expectation还是一样的 还是NP 但这里的P需要定义啊 P就是我们白球的几率 好,所以如果你抽小N个球 那不管你是抽后范围 还是抽后不范围 反正结果就是NP 好,跟百多米尔是一样的 但是呢,Variance不一样 Variance之前是NP1-P嘛 现在还要再乘上一个N-N overN-E 这样子 那你观察一下 这个N-N overN-E的话 显然是分子比分母小 对吧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Variance会变小 相较于Binomial的RandomVariable 我们的Variance会变小 那今天想想看啊 我今天呢 这个Binomial跟Hypergeometric 它们的命是一样的 但是Variance不一样 对不对 当我今天做Sampling with Replacement 抽后放回Binomial这种Style 跟我抽后不放回 Biogeometric Hypergeometric这个Style的时候 抽后放回 的Variance比较大 为什么呢? 仔细想想你也可以理解 Variance大是什么意思? 就是随机性高 难猜,对吧? 那今天抽后放回 抽后放回 你每一次要抽到什么东西 你之前抽过什么 是没有提供任何资讯的 所以比较难猜 但你如果抽后不放回 那你每一次要抽的时候 之前抽过些什么 对你是有影响 对你是有资讯量的 就会比较好猜 好猜Variance 平均而言就低一点 这是为什么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 它的Variance会比较小 那么呢 今天啊 我们很容易点就可以说明 或者是证明 我Numerically画图的话呢 只要我的小N分之大N 这个量 越来越接近0 那你用binomial去 approximate Hypergeometric 就没有什么关系 好,比如说 我们这里画了好几个图 这几个图都是干嘛呢? Hypergeometric 然后我的参数分别是 50,15,15 130,15 260,15 依此类推 我同样都是有三成的球 是白球 三成的这个几率是1 那我每一次都是抽15个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抽三成 后来呢到这里 已经是变成抽1.5% 那你可以看到 当我抽三成的时候 跟binomial是差很多的 对吧 这一条跟最下面这一条 是差很多的 但我抽1.5%的时候 这两个curve 就已经几乎一模一样了 那么呢 我们也可以看 zooming来看的话 确实就是如此 对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Hypergeometric的Random Variable 它整体而言呢 长得比较集中 集中就是比Variance 比较小 比较好猜一点 这个样子 所以Numerically 可以验证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理论性质 那么今天啊 事实上 如果我们就一样 就Define A over N 等于P 就是抽中的几率嘛 那我们很快也就可以证明 N如果趋近无限大 N趋近无限大的话 这个Probability 就会趋近这个Probability 这是可以证明的 它就表示 Random Variable 如果是Hypergeometric的 当你的小N over大N 接近0或是趋近0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会变成Binomial 这个是肯定的 理论上可以证明 直观上你也可以理解 这个样子 OK 然后呢 那今天你顺便还可以看一下 你的这个大N如果趋近无限大 或者说是小N分之大N趋近于0 那你的这个圈起来的这个调整项 它确实就会趋近1嘛 那结果它的Variance 也会变成Binomial的Variance 好 所以我们稍微总整一下 我们刚刚讲过的几个东西的话 Bernoulli The Trial N个加起来 Independent的话变Binomial N个加起来Dependent 那这个Dependent就是写的比较不好 它事实上就是抽后不放回 抽后不放回 这种Dependent的方式的话 会变成Hypergeometric 但是如果你Hypergeometric的抽样的比例实在太小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自然就会变成Binomial 好所以这三个分布之间当然是有关的 OK OK 你